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看起来新的一波蜂蜜云系预计会在礼拜天左右接近台湾来 所以预计在礼拜天的下半天开始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就有些会受到这波蜂蜜云系的影响 开始出现一些短暂震雨了 来看一下上一波蜂蜜云系远离台湾之后 目前台湾算是在一个短暂的好天气空档 不过其实从礼拜五开始 西南风又会开始吹起来了 带来比较温暖又潮湿的空气 所以最近的感觉又会回到比较闷热又潮湿的感觉了 至于下一波蜂蜜云系预计会在礼拜天的下半天左右接近台湾来 到时候在迎蜂蜜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预计在礼拜天的下半天开始 就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了 所以其实连续假期这几天 头两天一直到礼拜天的上半天 其实天气状况都还算是稳定的 各地都是多云道勤的稳定天气形态 只是在中午过后有机会在山区出现一些午后震雨 提醒您前往山区就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而在气温的部分是比较闷热一点点的 各地的高温都是来到了27度到29度左右 甚至有机会来到30度31度左右的高温 所以中午的时候外出千万要记得多喝水 而且衣装的部分也建议您穿着透气吸汗的衣服为主 会比较适合一点点了 只是虽然说中午的时候温暖 但是早晚却还是凉嗖嗖的 特别是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的低温就只有20度到22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早起外出的时候也要记得戴一件薄外套了 最后连续在这几天天气状况这么的稳定 其实很适合去赏花 那么最近有什么花可以赏呢 其实大家应该有听过五月雪吧 是五月会下雪吗 其实不是的 而是油桐花这个花 其实它的花瓣是雪白色的 所以飘落下来就很像在下雪了 目前其实在整个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正有油桐花逐渐的绽放盛开当中 其实前往山区就可以兴盛到美丽的油桐花了 最近天气状况很稳定 大家就不妨把握好天气跟难得的连续假期 到山上去看一看五月雪的踪迹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 我们明天见